回到新聞時間 關閃北約克一間搬運公司 今早發生了磁械業案 由兩個人中彈受傷 兩名涉案疑犯仍然在逃 曠心愈的報道 事發在北約克Dufferin-Gabsteels 西南面一個工業區內的一間搬運公司 今早十點半左右 兩名蒙面匪徒磁械闖入 渴令員工交出財物 之後向裏面的員工無差別開槍 共有兩人中彈 其中一名女職員傷勢嚴重 另一個男傷者傷勢較輕 自行到約克區一間醫院求醫 另外還有一名女員工受驚過度 送院救治 警方出動警犬全力緝空 緊急應變部隊也奉照到場協助 警方透露兩名匪徒都過指較高 兩人開槍後即逃步離開現場 警方暫時未有疑犯的詳細描述 呼籲目擊者包括案發時在現場附近的 HOME DEPO出入的市民與警方聯絡 第5章 感谢观看